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之前我们已经发布了几期关于FaceFusion使用的教程 许多网友反映这些教程还不够系统化 有些选项还是不明所以 哎,对许多参数的最佳设置也不够了解 因此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将带大家全面解析FaceFusion的每一个选项 并尽最大努力讲解清楚 由于大多数人都使用整合包 本期视频不会涵盖本地部署的内容 以后我们会专门推出一期如何在本地部署的教程 尽管如此,本期视频内容仍然非常丰富 建议大家先收藏,再观看 在正式开始教程之前 我想简单介绍一下FaceFusion的背景 以表示对开源社区的尊敬 这个项目是由一位名叫亨利鲁斯的德国开发者创建的 从FaceFusion 1.0到现在的2.6.1已经经历了22个版本 并且一直在不断更新和升级 将来还会有3.0和4.0的版本推出 好了,现在让我们开始深入了解FaceFusion的每一个选项和设置吧 来到FaceFusion主界面 右上角的logo 这里链接的是项目地址 本地部署的代码就在这里 我们以后会讲到 Frame Process是真处理器 我们看到这里一共6个选项 Face Swapper是面部交换器 默认开启状态 因为它是换脸的递选项 Face Debugger是面部调试器 在选择替换五官时会用到它 比如面部、有眼镜、口罩、话筒等遮挡物时 可以用它来调试 Face Enhancer是面部增强器 用来增加换脸后面部的清晰度 Frame Colorizer是着色器 可以给黑白上色 或者改变颜色风格 Frame Enhancer是真增强器 用来提升整个画面的清晰度 Lip Thinker是口型同步器 只有在音频驱动口型时才会用到它 这六个帧处理器都有各自的模型 一会儿我们演示都会用到 接下来是Face Swapper Model 这里的换脸模型 我们演示换脸来看各个模型的效果 上传一张换脸图片和目标图片 我们看到Preview窗口这里 可以预览换脸效果 选择第一个换脸模型 Blend Swap 256 点击Start开始换脸 我们看到眼睛和眉毛部位很糊 所以这个模型可以Pass掉 接下来是In Swapper 128和In Swapper 128 FP16 这两个模型是最常用的 我默认的换脸模型就是In Swapper 128 FP16 128是指处理图像的分辨率 F16使用的是16位浮点计算 在保持精度的同时能减少计算资源的需求 速度比较快 推荐电脑配置不是很高的朋友使用 我们看到这两个模型生成的效果几乎没有差别 这三张图片分别使用的SimSwap 256 SimSwap 512 Unificial和Uniface 256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来选择自己喜欢的模型 对了补充一下这三个模型的性质啊 SimSwap从字面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模拟交换模型 官方解释为高保真人脸交换的高效框架 后面的数字256和512代表的是模型处理图片的分辨率 数值越高分辨率也就越高 但不代表越高生成的效果越好 具体还要看图片的整体风格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Uniface 256官方解释为 深度人脸识别的统一交叉伤损失 这个模型想象力太丰富 它甚至能通过一个严肃的照片 想象初五昧时的样子 我猜老司机有可能喜欢 接下来我们演示面部增强勾选Face Enhancer 弹出Face Enhancer Model界面 这里一般有九个模型 这些模型能够提高分辨率 美化面部修复图像恢复老旧照片 第一个模型Codeformer 从名字来看它是编码转换器 利用解码器架构处理图像的瑕疵 来优化面部细节 这个模型折磨了我好久 我选择它命令行就开始自动下载 而且下载速度不而慢 甚至根本下载不动 我把文件夹里的模型删除 重新下载也不行 每当使用它的时候 命令行就自动下载 根本不去识别文件夹里的模型 最主要的是自动下载一天 也不见进度 后来索性放弃 不使用它了 接下来这三个模型 GFP G1.2到1.4 这个模型除了提高图像质量 同时还能保持人物的真实性 我们看到换脸后的图片和原人脸几乎没有区别 电脑配置不高的朋友 GFP跟1.4版本是首选模型 CPU就可以跑得动 接下来是GPIN BLFR的四个模型 分别是256、512、1024和2048 这套模型可以用来面部修复 自拍修复 面部着色 脸部修复 图像合成 而且还有一定程度上的美颜效果 在使用之前要设置一下Execution Providers 也就是执行器 机窗显卡 选择Tensor N卡选择Q的 如果Tensor不执行 就选择CPU Execution ThreadCount是执行线程数 Execution ThreadCount是执行对列数 这里的参数我请教的作者Henry Ross 他给的建议是18和2 下面是Video Memory Strategy 显存占用策略 这里有三个选项 Strict 严格 Moderate 适中 Tolerant 宽松 默认Strict 严格 每次处理后会自动清理显存 如果你的显存足够大 可以选择Tolerant 再下面是System Memory Limit 系统内存限制 保持默认0就可以 这里的Output Path是输出路径 可以自己在代码里设置 不会设置的朋友请留言 我给你设置代码 底部的Output Image Resolution 是输出图像分辨率 率高可以设置成4K 这是四个模型 换脸后的效果 您觉得哪个模型更好呢 可以弹幕告诉我吗 最后一个高清模型 Restore Formal Plus 通过名字可以猜到 应该是基于Transformer架构的 图像恢复技术 通过降噪提升分辨率 这模型应该很厉害 一般人不敢叫两个Plus 来到Face Fusion上传人脸图片 再上传一张戴眼镜的图片 对不起 补充一下上期忘记讲解的参数 Auto Damage Quality 是图像输出质量 推荐设置成100 遇到这种面部有遮挡物的人脸 我们就用到了面部调试器 Face Debugger 勾选Face Debugger 我们看到预览窗口的人脸出现一个方框 这是因为启动了遮罩功能 这个项目里有10个选项 默认的Face Landmark 5到68和Face Landmark 68 Landmark就是在脸上绘制若干标记点 借助它识别人脸的形态 后面的数字代表多少个点 Landmark包含了68个点 0到16是下颗线 17到21右眼眉 22到26是左眼眉 27到35是鼻子 36到41是右眼 42到47是左眼 48到60是嘴外轮廓 61到67是嘴内轮廓 通常情况下保持默认选项就可以 Bounding bug是边界框 Face Detector Score是人脸检测分数 Face Landmark Score是面部标记的分H 是年龄识别 Gender是识别性别 这里的选项不是很常用 大家了解大概功能就可以 勾选上默认的Face Landmark 5到68和Face Mask 我们来到右边的遮罩功能区 Face Mask Tots这里才是我们常用的区域 默认的是Box 遮罩的意思就是选择的区域 就是替换的区域 整张人脸都在方框内 就代表替换整个人脸 Box的功能是移动上下左右的位置 来选择替换部分人脸 Face Mask Blur遮罩模糊 它可以调节遮挡物体的透明度 不透明物体可以调到0.5以上 Face Mask Padding Top是从上往下调整 遮罩区域 Face Mask Padding Bottom是从下颌往上调 Face Mask Padding Right 从右到左 Face Mask Padding Left 从左到右 但是我们看到上下左右满足不了我们要遮罩的眼镜部位 别急 这时我们用到了Occlusion这个选项 我们看到它已经自动把眼镜排除到遮罩区域以外 这就代表保留眼镜 只替换眼镜以外的部分人脸 点击Start开始换脸 由于没取消勾选Face The Bugger生成的图片有遮罩线 所以切记在换脸前必须取消勾选Face The Bugger 我们看到眉毛没有融合好出现了四条眉毛 别急 这时我们可以用到Box的上下左右啦 再勾选Face The Bugger 来到右侧调整Face Mask Padding Top 把遮罩框调到眉毛以下 取消勾选Face The Bugger 点击Start开始换脸 怎么样 眉毛和眼镜都搞定了吧 接下来我再演示一下换戴口罩的脸 方法和处理眼镜相同 怎么样学会了吗 麦克风挡脸是留给同学们的作业方法和眼镜口罩是一样的 上传一张多人脸的图片 视频换脸和图片换脸的操作方法相同 用图片演示只是为了方便一些 Face Select Mode面部选择器这里有三个选项 Many是全部人脸选择它时会替换画面中的全部人脸 One只换一张脸 默认从左往右的第一张人脸 Reference是参考人脸当选择它时 预览窗口会显示出画面中所有的脸 供你选择要替换的目标 Reference Face Distance 参考人脸距离是指参考人脸的指数 我们勾选Face Debugger会更直观一些 当设置成零时检测不到人脸调到最高时会选中所有人的脸 默认0.6 当遇到画面中人脸不太清晰的时候 可以调整这里的参数来读取人脸 正常情况下保持默认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区域 有三个人脸分析器分别是Face Analyzer Order Face Analyzer Age Face Analyzer Gender 我们看到Face Analyzer Order 这里有八个选项 第一个Left Right 从左到右 对了 这个分析器是辅助One选项的 选择Face Selector Mode里面的One 我们看到它识别了左面第一张人脸 接下来的Right Left 从右到左的第一张脸 Top Bottom 从上到下 也就是最高的人脸 Bottom Top 最矮的脸 Small Large 从小到大 最小的脸 Large Small从大到小 最大的脸 Best West 最好到最差 最清晰的脸 West Best 最差到最好 最不清晰的脸 这里的选项也不是很常用 除非遇到很难识别出人脸的画面 我们再看看Face Analyzer Age 也就是年龄分析器 这里一共五个选项 默认的能是表示关闭状态 Child 代表儿童脸 Tim 是青少年的脸 Adult 是成年人脸 Senior 是老年人脸 这几个选项几乎用不到 大家可以忽略掉 我们再来看Face Analyzer Gender 这是性别分析器 默认的能也是关闭状态 Female 代表女人 male 代表的是男人 这三个分析器一般用处不大 保持默认关闭就好 除非遇到具不清晰的图像 实在检测不了人脸的时候 可以用来试试 在这个区域下面是Face Detector Model 也就是人脸检测模型 这里共有五个模型 Many Retina Face Co-Otherment Your Face Unet 默认的模型 Noodle Face 它是使用神经网络 做人脸检测加人脸关键点检测 据说是检测输出106个关键点 我也推荐大家使用这个默认模型 再下面是Face Detector Size 它是人脸检测器尺寸 指定提供给面部检测器的框架的大小 默认640x640 有这几种尺寸可供选择设置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 使用默认就可以 Face Detector Score 这是人脸检测得分 和Face Landmarker Score 它是面部标记得分 这两个选项是采集人脸的强度 官方推荐参数是0.5 我试过调整参数 没什么效果 那就保持默认 最后Option选项 这里的Keep Chimp 保持临时文件 Scape Audio是跳过音频 如果勾选它 处理的视频 就会被静音 Scape Download 跳过下载 建议勾选上 否则你的网络不好的话 自动下载时会导致 无法操作换脸 讲到这里 只剩下驱动口型 没有讲解原因 是现在匹配口型的效果 不是很好 作者说就快升级了 到时我在专门出教程讲解 让照片开口说话 教程虽然讲得很细 但还是有好多使用中 常遇到的问题没有罗列 关于这款工具 我还会出几期解决问题 和本地部署的教程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最后总结一下 Face Fusion 即使这么多参数 但和Rope相比 还是缺少一些控制 同时又具有 Rope不具备的特性 两个项目的目标不一样 各具特色 以后我会再出 关于Rope的详细教程 多谢观看 See you next time